第2041集 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们的良心被狼吃了吗 楚风寒生说道 他真的对这群人美好感太厌恶了 你在说谁 在四大天尊的后方 那十几位年轻的弟子呵斥 全都面带冷意流露杀机 楚风懒得理会这十几人 依旧看着四大天尊 天帝攻击大于天 救万族 抵御诡异 大战魂河畔 血拼地府间救了多少人 如果没有他们 有你们这些族群吗 可是你们这群狗东西都做了什么血性的事 没有人味 没有人心 在杀天帝的后裔吗 你们找死吗 活腻了吧 就是有一百个你们这样的族群也不够杀 不够还债 这一事 你们全族都要炸开 都要粉碎 居族尸骨无存 说到最后 楚风是暴鹤出声 真的动怒了 有无边的怨愿 元族太可耻了 也太卑鄙了 冷血无情 在知道天帝消亡后 到头来 他们竟敢做出这么人神共愤的事 挡猪啊 事实上 轰杀他们都难以凭天下愤 楚风胸膛剧烈起伏 在楚风来看 他也算是与天帝并肩作战过 当然 这是他脸皮厚 自认为 在浑河那里 尽管他是借助石冠的力量 而那位天帝也是用棺材板显照出虚身 在楚风看来 毕竟一同在浑河战场上征战过 被楚风一顿臭骂 元族的人脸色都变了 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人敢这么辱骂挑衅他们呢 毕竟 他们的跟脚恐怖来头无边打 不然的话 何以感动天帝后裔 因为他们有恃无恐 曹德 你找死呢 一位天尊冷悠悠的开口 你叫什么 老子是谁 老子是终极强者 曾与天帝并肩作战 让你祖宗出来跟我说话 你们这群狗辈 没资格 楚风喝道 然后他就真的有些怨念 那只黑狗了 这狗东西怎么行事的 连天帝后裔都没有保护好 不过仔细想一想 他又叹气 狗黄等人也不容易啊 自身都快死了 漫长岁月都在躲避 不能出事 哪里还知道天帝后裔 现在什么状况呢 况且 狗黄等人若是出来 高调行事 寻找天帝后裔 多半一下子就要被诡异盯上 后果就更难预料了 而羽上一族自己都隐姓埋名了 不再是曾经的天帝姓氏 动手 不要让天帝印记稳固下来 一位天尊喝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快现身 就是为了阻扰 不给羽上稳固印记的时间 这样原族才有机会 迫害羽上一族逼死他几位儿女 索徒为何呢 就是为了这天帝印记 除风大喝了一声滚 一拳轰出 当真是全力以赴 没怎么保留 将那位天尊轰得在半空中倒飞 半边身子 刹那炸开了血雨漫天 这一景象震惊了所有人 你是谁 原族的天尊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少年不是曹德吗 怎么会如此的强大 一拳打爆天尊 开什么玩笑呢 这是神话吗 他们虽然有一面宝镜 可以在千里之外监视这里 但也只能看到大概画面 并未听到具体的声音等 所以他们不知道曹德就是楚风 有人喊道合理杀了他 其实他们是又惊又恐又怕 真的有些心胆皆寒 这是一怪物呀 一个少年而已 居然能轰烂天尊 楚风冷漠 没给他们机会 第二拳轰出去了 打爆那位受重创的天尊 祭出的重宝 一杆青铜骨毛 直接让锋利无比的上古天尊 起解体了 化成漫天的碎片 飞射出去 让其弟子惨叫 被骨毛碎块击穿身体 当场惨死 轰的一声 楚风第三拳轰出光芒万道 照亮了整片天地 轰的一声将那位副创的上古天尊打爆 彻底陨落 行神俱灭 原地只留下一丝丝血物 而且也快速焚烧干净了 这种手段 这种景象震惊了所有人 三拳打爆一个天尊 这跟神话似的 毕竟这才是一个少年 无论怎么看 他都没有迈进天尊领域中呢 天尊有独特的气息 运转能量时 无论是肉身还是魂光 都有特殊的符号显示 而这个少年并没有 雨上都呆住了 这少年太猛了 他不是不知道楚风出色 在三方战场时就见识过了 可是现在 完全超出他的理解 早就远超其预料 三拳解决掉一位上古天尊 要知道 这可是来自原族的老家伙 绝对比寻常天尊还要强 很难招惹 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顶尖天尊 可是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原族这个竞技的老牌领军人物 被人轻易捶爆了 军驮古圣 埋头在地上 这一次他真要吓尿了 不是装的 而是真吓懵了 他很想大吼 怪物呀 这人贩子进化成怪物了 还要不要别人活了 这还怎么比呢 想他军驮古圣 也曾威名赫赫 可是现在居然懵了 难道以后 真的只配是当补品了吗 原族一群人 如坠冰枯全都毛了 不要说其他年轻弟子 就是剩余的三大天尊爷胆寒 这太可怖了 他们刚才出手了 结果没用 楚风的体外腾起银白正亮的光芒 人亡领域浮险万发不侵 三大天尊的攻击都无效 楚风睁开火眼金睛 盯着千里外看到一个人 很强 手持宝镜正在监控此地 吃吃吃的 地上各种纹络浮险 就在刚才楚风出手的刹那 骑水已经动用场域 现在裹带着所有人 自原地消失了 不过他不是逃走 而是冲着手持宝镜的人儿去 不久前 他曾经将黑都一座城池 整体搬走 更遑论 现在只是一群人 让人反应不过来 太快了 他就裹带着众人到了 出现在那人的身前举拳就轰杀 轰的一声 那个人没有避退 头上悬着宝镜护体 竟也举拳轰杀了过来 两人间爆发出刺目的符文 能量大爆炸 此人并不躲避 敢这么硬扛彰显自信 事实上呢 他的确挡住了楚风这一拳 自身虽然在量强倒退 但是没有被击穿身体 在天尊领域中 着实恐怖 楚风惊异 大天尊 竟见到了这等层次的进化者 着实罕见 他扫屏黑都市 曾意外得知 地下世界黑麒麟组织内的杀手中 有一个大天尊 号称黑暗大狮子 而今天 他竟遇到元族中的一个 不过想来也正常 元族很强 深不可测 连天地的后裔都敢无情的下毒手 其家族底蕴绝对恐怖无边 事实上 元族的人比楚风震撼多了 甚至可以说惊悚 这么年轻的少年 明显感觉到生命气息蓬勃 怎么可能会如此的强大 这根本不符合道则 用科技走文明的人来说 这实在太不科学了 当然 他们这些人存在 本身来说就不科学 但挡不住他们这样想啊 这样认为啊 很强 横王道果 元族的大天尊神色凝重 他看起来很年轻 但也是相对而言 比其他天尊天分高 年龄 确实较小 其实也有数千岁了 遇上楚风这种怪物 这样年岁就拥有横王道果的人 他也只能干瞪眼 认为无解 大雨集的不可名状是怎么来的 不仅是大雨集容易出问题 还跟过往吸收花粉 浮食异果的日积月雷有很大关系 所以许多人格外注意 不敢狂飙猛进 都有一个积淀于冷却的过程 同时到了一定层次 每一次浮食花粉 果实时 也是九死一生的 每上一个大台阶 淘汰率都在99%以上 所以他们看到楚风 这么年轻 这么强大 还拥有横王道果 自然想到的是 古外物 哄的一声 地上浮纹闪烁 楚风果带着 所有人再次消失 这一次直接横渡树舟 无比遥远 离开了那片山脉 因为他有理由相信 园族监测雨上的人 只是先头部队 家族真正可以在阳间 横着走的老怪物 还没赶到呢 涉及到天地印记 哪怕出动大能 甚至老纠级都不足为奇 值得那样做 惊醒古祖是必然的 所以他带着一群人消失了 而且这一次 果代众人士数次消失 座位中远离数十周 沿途留下的场域符文 自行焚烧 毁灭了线索 座位中在一片 荒芜的大草原上 他们停了下来 现在 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 也可以痛快地打一架了 谈什么 你死我活 园族一个个都带着寒意 同时无比忌惮 并列站在一起 戒备起来 事实上 如果不是为了阻止 羽上天尊巩固印记 他们不会这么早出现 绝对要等到家族的老怪物降临 这样保证万无一失 绝对不怕出现意外 结果 阻止羽上巩固印记时 果然出现恐怖的变数 曹德逆天了 大天尊开口 三千打死我族一位老牌天尊 你是 楚风 他眼眸如蝶 居然在第一时间猜测出对手的身份 楚风点头 不错 露出真正的容貌 在寻找羽上天尊前往三方战场时 他只能恢复为曹德的容貌才合适 当初楚风击毙太武扫灭黑都 而后又刚猛地找上太武师姐的道场 五六拳而已 轰杀一位富有盛名的天尊 现在他三拳轰杀元族强者 让这位大天尊联想到是他 但明显又变强了一些 你们真是狗胆包天 良心都让狗吃了吗 天地守护各族 保诸天无恙 付出了多少 门神弟子的血都要流尽了 你们做了什么 不求你们回报 但也不要这么冷血绝情 做出些畜生都不如的事 你们竟要杀天地后裔 灭尽他的血脉 这是人干的事吗 楚风斥责怒火天鹰 现在还谈天地 你不觉得过时了吗 你看看这天地都变了 都燃血了 谁要主掌诸天 你来看 大天尊开口 他用手指向天际 那里有三气沉浮 天穷的大窟窿外 更有祭地吻献 破人至极 接着他又说道 我劝你也早做打算 不然的话下场很可悲 尸骨无存都算好的 就怕浑浑噩噩成为师仆 成为别人的傀儡 那样更凄惨 一瞬间楚风都明白了 元族之所以有恃无恐 敢这么霸道行事 要灭天地的后裔 这是因为有底气 早就投靠出去了 心中不慌 楚风叹道 你们真该死啊 这类人最可耻 最可恨 很明显 为了自己活着 哪怕血洗了阳间 灭了诸天 他们都能做得出来 这就是一群带路党 甚至更过 自己先对昔日 自己阵营的人挥刀了 同时他想到了 该族这么多年来 不紧不慢地逼迫于上 未尝没有引出狗黄 腐尸等人出动的意思 毕竟 他们的身后有更恐怖的靠山 庆幸的是 天地印记是唯一性的 只要有人动用其他念头谋夺 就会自行爆开 天地不可蒙蔽 直到今天 他们也是急眼了 被逼急了 才想大胆尝试 这印记不稳固 要以族中至宝谋夺 楚风问道 你们想怎么死 多余的话他不想说了 只想全部涂掉 更想有一天 带着妖妖一起去灭了元族 为与上一族复仇 怎么死 你说了不算 不要以为横王道果就无敌了 老子是大天尊 也不是吃素的 灭你 元族的大天尊吼道 同时周围的三大天尊 也做好了准备 要一起下手 帮着同族的天骄人物 杀楚风 大天尊怎么了 照样打死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我楚中吉现在是 双横王道果 什么 双横王道果 从未听说过呀 但是这架不住 让人几倍冒含气 都能听懂 都能明白他的意思 这你大爷的也太逆天了吧 压根就没听闻过 这种恐怖的道果 不远处 依旧趴伏在地上的军陀 彻底的傻眼了 他在暗想 老夫到底与这个人犯子 差了多少层次 想到出官时话语 修道三千年 武力神道颠 他当真是无地自容 你 大天尊道夕冷气时 确实傻眼了 童口收缩 但是没有其他选择了 唯有死战 哄的一声 他主动出击 头上悬浮的宝镜 的确是一宝 发出亿万缕光辉 这是大能级的秘宝 直接照耀灭敌光束 向着楚风打去 楚风冷哼 手腕上一枚金刚镯发光 轰砸了过去 可差一声镜子破碎了 炸成了十几片 飞向四面八方 楚风遗憾 真不结实 还想收藏呢 大天尊则是身体都在颤 还想说你个孽障 得了便宜还买乖 回我中宝 杀 两人碰撞在一起 激烈搏杀 不得不说大天尊很强 远超其他天尊 足以横扫那些 所谓的老牌强者 横推无堕一手 但是他也仅止于此罢了 在每一次的拳印对轰过程中 他的双手虎口都在淌血 他的身体都在发麻 他根本承受不了那种距离 这是一个怪物 这是他对楚风的评价 简直不可抵挡 他修到数千年 早已成为大天尊 若非再沉淀于冷却 已经踏上大能领域了 他这样的人 绝对算是天纵生灵了 可是现在却评价 楚风为一个怪物 可见他的震撼 怪物 怪物 他的口鼻都在溢血了 被楚风的怪力震得 被那种恐怖无边的拳印 砸得手臂都要炸开了 根本挡不住 他这种天纵生灵 绝对可以能成为大能 而且是绝顶强者 但是一直没有走 还在积淀呢 他为的是将来更强 不至于有朝一日 不可名状 现在他后悔了 积淀那么久做什么呢 眼前的怪物 打得他看不到生的希望 他今天要死在这儿了 侍旨 坚持住 旁边的天尊大吼 他们虽然不如大天尊强横 但是背份呢 却比他还要高 奈何 三大天尊连连轰出权益 但是却打不动楚风 被其体外的人亡领域所组 攻克不了 那里万法不侵 最起码 人亡领域对于天尊来说 难以撼动分毫 国造 楚风冷翅轰杀向他们 轰隆一声 最终四拳而已 三大天尊中的两位被打爆了 血无弥漫 到头来尸骨无存 行神俱灭 这让那些弟子全部胆寒 哪怕躲得很远 也在颤力 也在恐惧 瑟瑟发抖 大天尊也不过如此 伴着这一道冷漠的话语 楚风全意如虹 照亮了天地 宛若举拳坟打计 点燃了乾坤 太璀璨了 这一拳打穿大天尊 而后让其解体 扑的一声 元族大天尊坚持 不足百招就炸开了 陨落此地 天地也敢欺 天地后裔也敢屠杀 你们真是够可以的 将来族灭已经是你们最好的下场 等待那一天到来吧 逆族注定无比凄凉与惨烈 然后他看向元族其他人目光悠悠 元族 狩猎从你们开始 我想 我找到了一条路 逆族很强 底蕴深不可测 必然储备有大能级土质 甚至是大雨级的土壤 可以供我的种子发芽生长 让我迅速崛起 楚风盯着元族剩下的人 还有一位天尊 以及八位年轻人 此时这个老牌天尊浑身绷紧 攻起身子 像是一个混沌中的魔暴 随时要越起发难 在我面前天尊就不要想着撒野了 更不要想逃走 楚风平静开口 跟我说说元族的情况 一声大吼 草原上空落下数十道粗大的闪电 全都有山月那么粗 元族的老牌天尊发狠 以自身为隐 牵引虚空雷电 他不惜要废掉本源 引动接近大能级的雷霆 想劈死楚风 可笑 我楚中级渡完最强天节 你一个天尊也想劈我 楚风神色冷淡 而后抬头望天 给我退散 他蛇战惊雷 口中飞出一片宛若仙芒般的光束 蕴含着符文 迎上数十道山体那么粗的惊人闪电 轰的一声 最终 半空中 雷霆震耳欲聋 虚空炸开了 天穷都一片刺目 胜利的光束爆裂无比 席卷高空 楚风 喝退雷霆 将那粗大而恐怖的雷点 全部换散了 确切的说 他 口中飞出的光束 击溃了闪电 只因他展现的是双横王道果 能量强度 惊涉 零然是老牌天尊 在这一领域中无比强大 但也还是不能踏足大能领域呢 怎急得上双横王道果的楚风 既然你想死 送你上路 楚风 冷酷出手 老家伙不说 这里还有元族的神王 所以他无情地轰杀了过去 老牌天尊疯狂拼命 并且急切地呵斥 楚风 魔头 你现在张狂 早晚 要被清算 这个时代变了 使食物者才可活 楚风没给他机会 两拳哄楚 砰的一声 他炸开了 阴红的血 洒落在草原上 触目惊心 然后 楚风盯上了 剩下的八位弟子 所谓的年轻弟子 也只是相对而言 事实上 他们都比楚风要大不少 其中 有人的年龄超过了两千载 成就神王国位 毕竟世间 真的没有几个楚风 这样的怪物 不得不说 元族这群人 骨头很硬 而后 楚风尝试探其 魂光深处的秘密 结果触碰尽致 这些人 揭化为灰烬 对此 楚风并不觉得同情 无怜悯之心 元族都投靠 诸天外的生物了 当了带路党 没什么惋惜的 元族 真的疯了 雨上轻叹 他知晓元族的事 可以从容的告诉楚风 楚风说道 何止疯了 简直丧心病狂 元族 很早就投靠出去了 找好了后路 不然的话 他们绝不会这么胆大包天 不久前 青铜关从域外坠落 天地显照在浑河 大战于恶徒 不管真身是否死了 终究是露面了 即便是地之影也好 也足以涉事 可元族还是敢来杀其后裔 可见有事无恐 一条道走到黑了 这次 楚风杀他们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他与雨上交谈 了解到了关于元族的很多秘心 也知道了他们的山门在哪 更知道元族的一些厉害人物 元族 果然有大雨机强者 楚风骤霉 关于那种形态 各异无边恐怖的怪物 的确极尽可怕处之不祥 即便见惯了大场面的他 见到大雨怪物也得立刻顿走 不然必死无疑 与上开口无比的严肃 也许还有一个老究极 还有一个老究极 楚风震惊了 元族真的有些变态了 一门两大强者 这是何等的惊人 雨上强调 没错 两大强者是他们阳间的底蕴 还有一个更甚人的问题 那就是元族来头应该很大 元族一直在言 他们的祖先辉煌逆天 也许阳间外的祖地 或许还隐藏着什么 不曾死掉的祖先 也说不定 楚风一阵头大 元族太强势了 但是这一族已是仇敌 早晚要对上 没什么可怕的 当然 前提是阳间还有明天 还有未来 给世人时间 那样一切还好说 不然的话 主记者真正到来是什么都完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得靠天穷外的三起抵住主记者 不知道那两位疑似先帝级的生物对峙 以及谈判的怎样了 或许很快就有结果了 楚风请教 为什么我觉得大禹级与究极相仿 连旁边的军陀都浮在草原上认真倾听 他也想知道 不是楚风平日不关心 而是知道的人还真不多 因为这种领域太高深了 阳间明面上总共也没有多少位 是可以数得过来的 当然 如果算上暗中的可能要翻倍 这种领域 对于普通进化者来说是禁忌 是无解的 此生都没有机会接近 更谈和了解 世人也只是知道 大禹与究极经常被提起 这还是从大家族口中流传出来的 不过 就是一些大世家子弟 也难以说清大禹与究极的根底 楚风因为离这种层次还太远 一直都没有太在意 今天遇到鱼上 并且以后很有可能 就要对上这种生物了 他才认真询问 鱼上神色复杂 多少年逝去 他们这一族彻底没落了 早就没有这个层次的生灵 他轻弹 然后告知 大禹与究极其实都是同一层次的生物 到了这个境界 已经可以与仙那种生物争战 甚至杀险 大禹与究极是同层次的生物 仙那种生物 它们到底在哪儿啊 仙属于另一条进化之路 我的祖上曾经走的就是那条路 我们隐姓埋名来到这里 不得不改换了进化路线 而随着岁月流逝 竟连祖上的法都遗失了 与尚无奈叹气 同时他告诉楚风 在过去这个世界原本也有很多仙 走的是那种进化路径 但是终究是消失了 被花坟路线所取代 仙 你早晚会看到的 那个世界的仙完全不同了 跟过去不一样了 已经被称为堕落仙族 然后他又解释大鱼与究极的问题 大鱼与究极是同层次的生物 只是路有些不同而已 大鱼这是浮石花粉 接受出煤进化后大爆发导致的 形体会变异 出现不可名状的恐怖变化 可以说这是不受控的 是无奈的选择 从大能突破 进入更高层次时 身体所积攒的问题全面释放 被恶变缠身 形体可怕无边 就是大鱼 究极 则是相对温和的环境下 从大能突破 进入更高领域时的一种状态 身体不曾恶变 总的来说 没有人不希望走究极路 这才更合适更温和 大鱼之路实在太粗暴了 动辄就会死 而且 其形态也过于可不 令人难以接受 那是腐蚀花粉与异果后 问题总累积的大爆发与结果 大鱼 如果能熬过去 最终会还原 再现真身形貌 而不再是那么可怕 让人胆寒的形态 并且 一旦熬过去 实力也将是粗暴式的增长 极其可怕 究极 也不是就此彻底安然无恙 并不能保证顺顺利利 在此过程中 也可能会发生异变 成为腐烂 甚至不可名状的怪物 只是相对来说 究极生物的身体还算正常 可以随着岁月的打磨 加之自身定力足够强 苦修下去 能将体内的隐患 花粉与异果 积淀下的麻烦斩掉大半 甚至磨灭 说出这个大境界 无论是大禹 还是究极 都要先皈依 称为 羽焦生物才行 一个境界分两条路 最终又合一 其实这个大境界 可以称之为羽焦 没错 羽焦其实都可以 单算一个大境界了 因为他的确很变态 很难走通 而一旦成功 那就会强的离谱 羽焦分岔两条路 如果不考虑 大禹极身体变异形态丑陋 加之大动则会死 其实论实力的话 孰强孰弱 很难说 甚至 大禹极更粗暴 如果能熬过来 提升的更刚猛 可惜古往今来 突破后 直接就引发体内问题 迫不得已 走上大鱼路的生物 最后几乎都活不下来 这么说来 离打五疯子 他们不见得比大鱼强 只是他们走得稳 出破境界时 不曾爆发花粉 积累的严重问题 算是幸运儿 楚风摸着下巴 一阵琢磨 倒不是幸运儿 那是因为 他们前期积累足够深 缺信自己不会突破大能 进入更高层次后就诡辩 早就喂走 纠集路铺垫 与准备好了 积累足够深 楚风心中有点没底了 是 吸收花粉 浮食一果 这种进化 日积月累下来 会出问题的 许多人都在一些大境界 要驻足 要魔力 要积淀很久 才会再走下去 你要注意 当听到这种话 楚风的脸直接就绿了 他进化迅猛 让原族都震撼 都惊悚 深感他是怪物 这的确惊人 按照这种速度 在前期就会出问题了 在他当前这个层次 就应该诡辩了 结果他无恙 可是楚风 却心中没底了 等他突破大能 进入究极领域时 是不是直接就是大雨露 都不用选择 年纪轻轻 我就要不想 浑身长出红毛黑毛 然后肚脐眼上 挂着几个脑袋 满头都是肉瘤子 浑身腐臭长满鳞片 甚至脑袋都烂掉 出现各种问题 楚风头皮都要炸了 他还在准备呢 一会儿就要去超原族 那些落单在外 开辟洞府的强者的家底了 好让自己迅速进化 可是现在呢 他却心底冒凉气了 有些毛骨悚然 不怕 什么恶变 什么腐烂 什么长毛 我通通镇压 楚风有点不信息 对了 李达武疯子不只能杀真仙 局限在纠集这条路上吧 楚风分明感觉 那两人很强 远不止这些 那两个生物都很强 我想 我想最起码应该是分叉路在合一了 成为了真正雨鸠层次的生物 雨上说到 做出这种判断 楚风点头 李达确实很强 能够轻易弄死大雨机生物 它肯定是两条分叉路归一了 走上雨鸠路 到了这个层次就可怕了 强横无比 同时李达弄了口棺材 堵在大阴间与阳间的缓冲地带 所图甚大 估计是想击穿出某种桎梏呢 甚至 它想逆花粉之路 此时楚风也在猝眉 仔细想来 利用花粉与果实进化 居然存在这么大的隐患 到头来终究会爆发 积电足够深 那么可以稳妥一点 走纠集路 但是它不愿意当老纠集 哪有漫长的光阴 给它去摸体内的问题呢 当下它需要突飞猛进 恨不得一日千里 每时每秒都要进步才行 抬头仰望天空 大窟窿还没彻底闭合呢 祭地依旧在 与三七对峙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说不定明天 甚至今晚就要出大事了 诸天死去 所有人都失去未来 先祖的路断了 走不通了 楚风问道 还真有点动心 过去的进化路到底如何 是否值得尝试呢 不行了 天地变了 那条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走下去会出现更恐怖的问题 曾经的先祖 成为堕落先祖 事实上 纵然能走 雨上也没有法子了 早就失传 除非楚风打进另一条进化之路 去堕落先界才能找到 楚风不可避免的想到了 通天仙谱那里闯出来的大邪灵 那个女子应该就是来自另一条进化之路 属于堕落先祖 那我就一条道走到黑 将花粉路进化到底 楚风说道 并且还详细向雨上打探 原族那些落单在外 开辟洞府的强者的状况 他要去洗劫 他要去捞足够的意图 他要迅速进化 管不了那么多了 当然 说不在意 说心中坦然的 肯定不全灭 他在防备 到时候一旦进化出问题的话 要果断镇压 雨上提醒 你进化的太快了 脸色严肃 告诫他这样会出事 尽管他也有点无法理解 楚风并没有积淀 一段岁月 为什么现在还未出事呢 但他知道 这可能会更可怕 这样日积月累 将来或许会集中大爆发 更为猛烈 旁边 君陀古圣目露金光 他就知道 这人贩子不正常 哪里有进化这么快的生物 看吧 身体快长黑毛了 楚风怎么会看不出 老君陀在心中暗爽呢 老魁 你是不是想不想 想浑身长绿毛 楚风嗷唠唠一嗓子 让走神的君陀 差点趴在地上啃草 君陀头大 暗户见鬼了 这个魔头 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楚风不搭理他 开始想自己的问题 真不能不重视 雨上说的很有道理 未来他的状况 可能会非常严重 楚风一旦突破 必然是大雨路 都不用想 没得选择 花粉后遗症 若是全面释放 注定猛烈 倒无法想象 毕竟 到现在 他的罐子中 还关着一个不祥体呢 那是他进入 太上八卦炉禁地 在那里看到大雨集花草 不小心接触 有限几点花粉颗粒导致的 他的境界才多高啊 这才稍微触及就恶变 欲死而不祥 实在是可怕的过分 当时他就险些出声 我一旦进入大雨 会不会出现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恶变 自己都不想看自己的形态啊 楚风发毛 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的问题 浑身长红毛 眼睛里流黑血 并长出肉流 满身腐臭 这让他不寒而栗 忽然呢 他司机在极北之地 五疯子道场中看到的景象 那个时候 五疯子闭关地 关押着两三具腐烂体 却很像五疯子 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鱼上 向他请教 真不愧是五疯子 源自骨子里 从基因深处看都是疯狂的 真不要命了 他判断 五疯子走过究极路后 又在尝试走大鱼路 不想简单地皈依 而是想双路合一 还有一种可能 他可能在练 诡异莫测的功法 他不想真身涉险去练 怕出问题 而是再速形体 替他去练 语上又给出一种猜测 而这或许更接近现实 毕竟依照目前看五疯子很强 应该已经皈依了 成为雨鸠层次的生物 没有必要再走一遍大鱼路 这点倒是点醒我了 让我多了一种选择 以后我可以同时走两条路 毕竟我有双痕王倒过 楚风的眼睛多时亮了起来 这样的话 到时候他会有多强呢 当然 前提是他能熬过来 能够不死 若是成功 这或许是前无古人之路 反正 他注定要不可名状 那就先丢出去一个稻谷 让他去抗争恶变 去走那没有选择的大鱼路 然后 以另一个稻谷偷天唤日 走纠集路 最终双路合一 武将无敌 楚风在那里一个人 黑黑的直笑 君陀很想说 你笑个毛啊 嘴角都要裂歪了 雨上倒吸冷气 他明白了楚风的意图 这不要命了吗 走一条大鱼路 已经是九死一生 最起码目前没有能活下来的 他还要为自己增加负担 两条路一起走 这比自杀都严重 下场可能会很惨 你要明白 九集路也可能会有恶变 若是温和的度过也就罢了 可是一旦异化 可能会比大雨的丑陋 以及奇形怪状的腐赖形态 还要可怕很多 到时候你等若是双路同时诡辩 那种激烈程度不可想象 与你个人来说 简直如同天崩地裂般 无法返回 天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怪物 雨上劝告 同时仅是想一想那种可怕的场面 他就觉得不寒而栗 深感发毛 那样的话 或许正如楚风自己所想 将前无古人 可却并非是好的方面 而只是恶变到极致 超过古今所有走花粉路的 生灵经历的巨变 他会腐烂 异化 惨烈到难以想象 听到雨上的禅属 以及严正告诫 楚风脸色变了 我明白 未来的路 未来走 真要不可行 我会去舍弃一个倒果 先保自己可活 然后 楚风从身上又取出一个雨霞 交给雨上 打开后 里面紫霞澎湃 有一颗熟透的果实 晶莹雨滴 紫雾飘起 芬芳扑鼻 这是魂果 比太阳般灿烂的魂花药效 还要浓烈许多 这种东西 天尊福时都有些勉强 前辈 这魂果你可以慢慢去炼化 时间到了的话 以你常年累月的基点 必然可成大能级强者 有这些魂药 足以解决雨上的身体问题 可去掉各种隐患 旁边 君陀直咽口水 暗自惊叹 这人贩子到底做了多少 装令人发指的大案 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好东西呢 雨上说道 太贵重了 放心 我这还有呢 片刻后 楚风在这里布置场域 带着他们横渡虚空而去 座椅中在一片山林中 找到了紫鸾 他要去崛起 要去进化 自此之后 肯定一路凶险 必有血战 自然无法再带着紫鸾 托付给了雨上 本宫注定要成就大雨集到我 你现在抛弃我 将来别后悔 紫鸾咕嚷 大言撇呀撇 等你到大雨集再来找我 楚风敲了他 赢白的脑门一记 你嫌弃我 你等着 我一定会觉醒前世到果的 超越大雨集归来 楚风无语 这小鸟还真将在凤王那里 吹牛的话当真了 他很想给他后脑勺来一下 让他清醒清醒 然后呢 他又盯上军鸾 我买的这只王八有点瘦 但前辈千万别忘记煲汤 不捂身体 军鸾想咬死他 非常想说本座上古灵归是也 旁边呢 紫鸾眼睛发直 这不是当年的军鸾鼓声吗 威震小阴间 居然落到人贩子手里 他直到这时才发现 雨上显然不会吃掉军鸾 还准备留着老龟 讲夭夭的过往呢 楚大魔头 你要走了 小心啊 临别之际 紫鸾依依不舍 小声道 现在谁都知道 这天地巨变 说不好 就没有明天了 你们放心 我必然冲销而上 每时每刻都在进化中突飞猛进 一路高歌前行 他看着天边 临别之际 又想到一些问题 他怎么做才能更强 最强呢 李达将石棺堵在阳间外 或许真的要挣脱花粉之路 再加上他是第一山的弟子 传承源自几个纪元前 多半早有其他路可走 楚风皱眉 李达可能会很强 悔超然而起 他有这样的路可走吗 雨上摇头 他也走不了 第一山的传承其实也断了 法可能未失 但是这天地已经不适合了 后来者唯有走花粉路 又是天地不适合 其实 第一山和我这一系走的都是一条路 自然不适应了 可我总觉得 花粉路有些诡异 有些坑啊 说不定走着走着 就掉进万丈深渊了 的确 因为花粉路有古怪 蕴藏着很大的隐患 而且是在日积月累 逐日加深 到头来 终究会有一个总体大爆发的时刻 虽然楚风很自信 也很嘴硬 但是如果说不忌惮 不防备 那是不可能的 先祖 早已不是先 彻底堕落了 这是为什么 这天地间到底有多少条进化路可走 雨上苦笑 他们这一系 早已没落 有些秘密他自然无法知晓了 只能通过祖上留下的支言片语 做出一些推测 虽然诸天万语 大小世界无数 但真正走出完整路的 自古至今 应该不超过十个大街 其他世界的路 其实都是受这几条路影响 便意而来 大同小异 楚风听闻 倒吸冷气 即便如此 也意味着最起码有十条完整而恐怖的进化之路 到现在 他也只知道花粉路 以及那条堕落仙路 雨上看他这样子摇了摇头 我说的是古往今来加在一起的路 其中有些路早断了 有些大街早腐朽 不复存在了 到现在为止 按照雨上祖上留下的线索 完整而曾经无比辉煌的道路 还在背后人走的 也许也就四五条道边了 天帝 曾走过的路 那条线路 到底是怎么断掉的 为什么当今不适合修行了 临别之际 楚风郑重地问道 不知因何而变 所有后人与门徒 都无法再走那条路 否则堕落 让曾经的递者都束手无策 这才是最恐怖的 让人绝望 甚至天帝都觉得前路灰暗 看不到希望了 他们的传承会断绝 从此以后再无后来者 而他们注定要去征战 要去上苍之上 需要源源不断的后来者 一起去战斗 结果 天帝一变 断了后路 这怎能不让人绝望呢 而且这是无解的 天帝一变 那条路真的难以走下去了 几乎彻底断了 能成就天帝 甚至先帝的路 怎么会断 难道永远无法修行了 会感染 会堕落 很可怕 不过 天帝有过推断 及个别人可以走通 而且可能会异变 不会堕落 反而会更强 但这不是普世之法 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楚风很想说 我去试试看 但是稍微冷静后 他就不想去作死了 如何能保证 他会一变不堕落呢 花粉路怎么出现的 很久后 这天地间 洒落下来 盈盈灿灿的栗子 那应该就是 最初始的花粉吧 雨上轻雨 望向天空 突然洒落下来花粉 接续了断路 楚风吃惊 这不是阳间固有的路 而是某一天突兀发生的 这涉及到了一条路的起源问题 其影响太深远了 而内阴更是神秘与恐怖无边 简直不可想象 是的 那一天 那一天 云雾很大 天空中出现一道 花粉阴阴河而现 为什么突然飘落下来 这实在影响太大 这涉及到一条进化路的起源 绝对算是花粉路的源头 居然就被雨上这么几句话 简单概括了 让楚风震撼的同时 也有些发呆 楚风问道 能更详尽一些吗 那到底是闪电还是剑光 他迫切想知道 难道是人为的 不是天地自我修复进化路的结果吗 我也不知道 是闪电还是剑光 这世间有种种传说 不过那一日 风起云涌 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件 也就留下了各种猜测 都算是有待证实的谜 都有哪些 楚风让他详细讲来 有人说 上苍被人劈开了 自此多了一条花粉路 经营的粒子在那一天飘散 接续了进化段路 是谁劈开的 楚风大受触动 有人劈开上苍 从那诸世外引来新的体系 引来全新的道路 让世人可以在意修行 这是无量大功绩 相传不是内卫 就是三天地所为 内卫 应该是指不存在于古史 屡次被九道一提及的 无敌生灵 他超脱出去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了 三天地 楚风自然也清楚 每一个都精彩绝艳 镇压诸史上 上一次其中一位 戒同官闲兆 曾将祭地打穿 究竟是谁呢 楚风轻语 到了那个层次 真的不可揣夺了 不管是谁 都是为了这方天地的后世人 让他们依旧可以进化 还能够踏出更强的一步 实现生命层次的跃迁 是那位真的不好说 因为都有可能 那一天 人们看到上苍被人劈开了 像是一道至高无上的剑光 自然想到了那位 可说那一刻 云雾翻涌 还发生了很多事 有人亲眼目睹 三天地在征战 在厮杀 有诡异阻止 有不祥纠缠 三天地都出手了 是 一句各种蛛丝马迹 以及有限的孤本记载 当时很恐怖 天地都要轻浮了 三天地竭尽所能出手 那个时代 天地变了 后人无法再走前路 令人绝望 在那段岁月 三天地曾消失很长时间 人们猜测 他们在闭关 在创法 在另想他图 直至 天地间洒落光粒子 天上出现一个口子 世间花粉飞舞 他们才同时在一线 所以人们猜测 与他们有关 更有传言 花粉路或许是 他们到过的体现 那一天 各种大战爆发 江海一蒸干 有人看到天地横空 蝶雪 力贫朱笛 地顶轰鸣 曾带着某件器物共振 雨上慢慢讲述 都是各种传闻 他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真相 然而楚风听到这里以后 顿时惊呆了 整个人都有些发僵 他想到了什么 石冠 以及种子 没错 这可不是听来的 而是他曾亲眼看到过那烙印 地顶昏明时 石冠 是从里面坠落出来的 失落在外 那时 天地与敌人都在追逐 都在争夺石冠 最终 最终 由于种种原因 石冠意外 到了小阴间 落在昆仑山 所以 楚风 相当的震撼 近乎石化在那里 花坟 进化炉 如果是三天地 引出的 炎化的 是他们 无上道国的体现 为其源头 那么 三颗种子 是什么呢 他心潮起伏 波动 无比的剧烈 如果 是以那三人的 道国为源头 才出现花粉路 那石冠中 有三颗种子 该不会 真与三天地 对应了吧 会是他们的 道国吗 楚风 真的懵了 很快 他的思绪就飘了 想到了 不少古怪的问题 这么说 以后不仅能种出 风华绝代的 白衣仙子 还能种出 两个大男人 我去 他使劲的 甩了甩头 这都想哪儿去了 他揉了揉太阳穴 不能思绪太飘 想太多也不好 自己头疼 楚风追问 这是三天地 引出来的花粉路吗 当然不能确定 我不是说了吗 还有可能 是与那位有关 那一天 闪电如黄黄 剑光盖世无匹 劈开上仓 让天穷出现了一道口子 无论怎么看 都太巧合了 那种手段 那种剑光 太像史上渐渐缺失记载 关于他一切记忆 都逐步散去的那位了 所以 根本无法确定 究竟是谁做的 许多人倾向于 与四人都有关 其实 我更倾向于 最后一种说法 一种更接近于 真相的猜测 还有一种说法 楚风诧异 当年的事情 果然扑朔迷离 连天地家族的后裔 都说不清 太神秘了 语尚尽量让自己平静 讲述族中 当年一位祖先的猜测 以及种种推演 还原一较 模糊的真相 这条路 不是谁创 不是谁演绎 而是它本身就存在 我们的天地有灵性 每一粒花粉都有灵 来自地下 来自山海街 该他们出事时 他们就来了 他们都与英灵有关 英灵是那逝去的仙迷 是那些凋零的英雄强者 所化 不知年代 也许是鸣鼓 也许不知道多少个纪元前 诞生自无法考证的年代 我们的这片天地 承载了太多的苦难 一个又一个纪元 衰败 复苏 寂灭 不知道星王更迭了多少年 有些界 永远腐朽 消散了 有些还存在着 有太多的悲歌 留下过熟知不尽的 灰暗谜题 始终无解 但到了当时 我们不是不能推演出 并非无法联想到 此天 此地 曾多次被打击 有许多被遗忘的悲壮 而那些人 那些事 他们沉眠了 腐朽了 死去了 成为英灵 又消散 最后留下的是什么 一点灵性 积淀在土壤中 漂浮在这天地间 无处不在 他们就是灵 也可以称之为 英灵最后的灵力子 雨上在讲述不急不缓 像是在说着一件 与此天地无关的事 可是 声音却很沙哑 很低沉 怎能真正无关呢 依照他那位祖先所言 所推演与猜测出的 每一颗花粉 都对应着一位英灵 是他们最后所留的 灵性粒子 当年 天地巨变 不再适合进化 断了路 但也显照出灵力子 传递出某种情绪 所以无论是那位 还是三天地 都该应到了 只有到了那个层次 才有所觉 有所感 他们 愤怒了 出手了 雨上再次讲述 说出那位祖先 知道与猜测出的一切 那位还有三天地 应该都曾出手 所以才有了那一件 劈开上苍 露出一个大口子 而且有三天地 强使出击 他们荡起了岁月 也掀开了尘埃 让土壤中 让天地间 掩藏着的东西出现了 灵力子悬浮 漫天飘洒 那是昔日的阴 也是今日的果 楚风真的震撼了 他都听到了什么呢 了解到花粉进化路的起源 弄清楚了真正的源头 这条路不是谁闯 原本就存在 本身就在那里 有人激荡起岁月 掀起尘埃 让他们灵性展露 所以这条路出现了 前辈 你确信是这样 我怎么觉得有些迷 比神话还神话 楚风的确有许多不解之处 至于旁边 紫鸾 军驮都早已听傻眼了 他们一直在走 花粉进化路 可是谁关心过起源呢 直到今天 他们才第一次了解到 向上追溯 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源头 太神奇与惊人了 雨上点头 的确有些过于主观了 但我觉得大部分真实 很靠谱 应该是天地间 本身就存在着什么 然后 那位与三天地搅动了岁月 让他们再现 雨上觉得 所谓每一位英灵 对应一颗灵粒子 是英灵最后留下的产物 这可能不见得为真 是那位祖先自己心中勾勒出的悲壮 尽管过去的确很悲 但不见得是这条进化路 因此而出现的事实 但是这天地间绝对有秘密 这朱天间有古老的天葬 通过花粉映现了出来 绽放出某种灵性之光 要不然 朱记者何以要出现 诡异不想为什么那么执着 始终都在 纠缠了一个又一个纪元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又在找什么 雨上声音很低也很沉重 这天地间又不可想象的大秘密 在那古老时代不知道留下了什么 有人在寻找 而大记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到现在都不知 花粉 在这天地间不能进化 路已断后出现 呈现出灵性 尽管它纠缠着其他物质会有隐患 但不可否认 这条路或许已经肇事了什么 我相信这种说法 灵粒子不见得是英灵所留 但的确积淀与存在这土壤中 悬浮在这天地间 映照在花粉中 现在正被我们所用 促进我们进化 开拓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雨上点头 关于这些 在过去 离他们很远 他不想多说 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的境界远远不够 猜测与了解到又如何呢 但现在不同了 朱天都要失去未来了 这一切都开始离他们近了 没有什么不可说 哪怕只是猜测 无证据 也可以讲 前辈 这条路有人走到尽头吗 有人成为先帝吗 我想 应该没有 然后 楚风就激动了 兴奋了 说完这些话后 他挺直背脊 昂首道 我就一条道 走到黑 种种迹象都表明 一条路走下去 到了尽头 若是完善 若是璀菜 应当 可除先帝 这个果位便是至高 代表了古今无敌 我不怕腐烂 不怕多长出几个脑袋 或是其他东西 到时候全都一巴掌 一个的拍回去 我要一条路走下去 不换路了 一条全新的路吗 或许还没有人走到尽头 楚风自然喜悦振奋 这意味着 一旦谁踏足路之终点 那或许就可以盘坐在那里 成为一位先帝 这是目前已知的最高境界 不限于阳界 囊括诸天 甚至连上仓都算不上 当下还未听闻 有高过此境的生物 这土壤下 这天地间 到处都有灵 不是谁留 不是哪个人开创 原本就存在 楚风站在大地上 仰望天穷 又看向无边的土地 深切感受到了一种灵性 恍惚间见到无数的光粒子飘舞而起 若夜空中的萤火中 似黑暗宇宙中 闪耀而现的 可可星辰 我在这条路上进化下去 自不回头 一条道走到黑 原本的意义 好像不怎么好 但是现在他就是要抱着这种信念 恍惚间 他身上的石管都跟着清明颤动了一下 而在这一刹那 楚风甚至看到了一片朦胧的画面 很久以前 天地很繁盛 花粉粒子 飘洒 纷纷扬扬 盈盈发光 如同童话世界那般归美 不仅让整片大地光雨漫天 还涌向天外 这是一刹那的景象 但是却仿佛定格了 凝住了 为楚风展现出一幅神秘 而又渐渐宏大的画面 天穷被光粒子冲破 他们超市了 化成光雨 冲出珠天 到了室外 那是上苍嘛 花粉飘洒 每一粒都精盈 无穷无尽 而又没粒 扬到了上苍 在那片更为广袤的超级世界中 纷纷扬扬 整片天地都因此而清新 光雨巫术 生机勃勃 上苍之上都因此而美丽 纯净的光粒子 到处都是 这 简直是一片净土 紧乎梦幻 神圣光粒子如雨 带着芬芳 飘落向各地 楚风震撼 这意味着什么 他刚才看到这一幕 像他揭示了怎样的一段过去 在那极其遥远无尽的古老时代 花粉体系曾无比的璀璨 他曾进入上苍 引领数个大时代的炫烂 哄的一声 在楚风神思起波澜注视过去时 一声矩阵 宛若混沌鲜雷炸开 响在他的耳畔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 石冠最后震动了一下 但让楚风看到的却不同了 无数光粒子在那上苍枝上 被一道刺目的光划过 最终花粉洒落 退回了诸天回归旧地 因为什么呢 最后退回到了阳间了 不止于此 那光束神秘而又狠妖 跟着俯冲下来 像是星河绝堤 又像是闪电源头倾斜下来 光粒子无数 花粉飞舞 漫天沸腾 但最后一切都渐渐暗淡了 天地间剩下了什么呢 可怖的光束 被光粒子淹没熄灭了 而那些晶莹的花粉光粒子 也都不见了 只剩下焦土 剩下衰败 整片山河 整片天地都死寂了 沦为巨大的废墟 不止阳间 还有花粉曾经到过的诸天 以一些大大小小的世界 也都如此彻底暗淡 一片枯寂 花粉鹿 曾经极尽璀璨 但是没落了 被逼退了回来 楚风震撼 他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一脚真相 残酷而古远 于他出神间 展现在眼前 没有看到血 也不曾看到大战 但是 这些 可能都被那光粒子沸腾时遮盖了 有可能隐藏了一段 不可想象的悲壮 就这么寂静了 曾经灿烂的光粒子 无数的花粉扬起 都到了上苍之上 结果落到最后死寂的结局 如今 你们又复苏了 要重新发光吗 璀璨起来吗 楚风看着这片天地 似乎看到了 无数的光粒子 数不尽的花粉物质 在这山川中 在这大地下 要扬起 要洒落 寂静很久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 曾经的绚烂大世界 成为死地 成为废墟 漫长光阴后才有生机 但路已经不同 直到有一天 线路又断了 那些曾经存在的神秘 那些光粒子 那被尘埃 被灰烬埋下的璀璨 又一次浮现 经过那位 以及三地搅动光阴河流 激荡整片大地山川 让那些神秘物质复苏 就此再续断路 这就是一脚 可以连贯起来的真相吧 覆灭了 死寂了 是因为当年这条路 没能诞生出先帝吗 无人可镇守 还是说 进化出了那种生物 但都被杀死了 所以如今一切从头开始 等待后来者再走到尽头 盘坐下去化为先帝吗 先是低头看向大地 接着又阳望向苍穹 看向室外 与上压抑 你像是有所悟 有所感 体悟到了什么 是 我仿佛在一瞬间 经历了一场轮回 漫步在一段岁月中 恍恍惚惚 朦朦朦朦朦 看到一些模糊景象 语上文言无比凝重 他想到了传说中的个别人 似有这种经历 是 有人可以如此 一眼便是永恒 刹那就是遗失 短暂驻足 都四去轮回了一遭 在你身上 像是有某种奇异的事发生 我不是真的有那样的轮回经历 就是感觉 一眼望到了 沧海桑田的变迁 璀璨大势落幕 归于暗淡之虚 这时 石冠彻底安宁了 没有任何动静 楚风一阵深思 这是巧合吗 为什么 他像是在不断的经历 某种类似的事 地球层枯几 然后复苏 那时有人告诉他 地球是废墟 在破败中复苏 接着是整片小阴间 被外界视为坟场 在轮回更迭中复苏 整体为虚 而今连着阳间都可以看作是虚吗 甚至 真正的虚是竹天 沧海成尘 雷电枯竭 与那光丽子共黯淡 一切都逝去 不可再追忆 直到亿万载岁月轮转 这最终的需要复苏了吗 楚风出神 此时他在体悟 在冥想 在私存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那些神秘的灵 原本就存在 只是蒙沉了 熄灭了 而终有一天 你们还能再现 现在楚风开始思考 大雨急的溃了 丑陋 腐朽 究竟是沾染上了其他物质 还是本就应该存在的一个结呢 化腐朽为神奇 于不可思议中蜕变 楚风并未隐瞒 将自己看到的 以及所思 告诉于尚 与他一同探讨 毕竟 于尚听到过很多传闻 看到过不少孤本书籍 很渊博 各方面都曾涉猎甚多 前辈 你说的大雨腐烂 是不是正统 本就应该如此 在此过程中身体一变 比如多了几颗头颅 也有人多了几对手臂 几只翅膀 多了一身鳞片 多了一颗树颜等 其实都是为了增强 楚风的想法很大胆 在他看来 光粒子与花粉物质促成的进化 这是要在大雨季给予它们更多 你是说 身体一变 多出很多部位 其实是要赠予我们各种能力 或者说开启体内的门 打开无量仙藏 是 要给我们能力 拼命地硬塞 促使我们进化 但是许多人真的要不了那么多 所以就显得坠于臃肿 有些恶化了腐烂了 欲嫌丑陋 或许面对腐烂 面对丑陋 多了那么多器官 我们先应尽心 不该考虑怎么快速除掉 变异体上的多余部位 而是要坦然去跟进 主动交感 进行深层次的进化 然后降伏自身 降伏自身 于尚真的动容了 他觉得 楚风的想法的确有些超纲 太跳脱了 于普世之理不容 是 降伏自己 花粉鹿让我们变强给予太多 我们要的 其实只是那些能力 可以坦然面对与之交融共鸣 真正地去吸收那些不可思议的能力 而不是排斥恶变 当得到所有 也算是一次蜕变的圆满 这样可以再去从容的降伏肉身 那时 说不定 就真身复归了 很快 楚风又补充 或许最后也要降伏自己的精神 雨上发呆 主动接纳腐烂丑陋 甚至要拥抱 与满足于这种状态 沉静下去 潜心修炼 共鸣交感 这样进化完后再降伏自己 这样的路 跟当时走得很不同 自过去到现在 谁不是如比蛇蝎 谈大鱼而色变 都想走温和的究极路 前者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活下来 只能对抗 延缓那种恶化 尽量保持活得足够久远 但哪怕可以击杀真仙 最终只不过一个纪元也就到头了 终究会彻底恶化 在腐烂中 在鬼变中死去 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 但是你不要忘了 光丽子与花粉可能不再如古老时代那么纯净 沾染上了其他物质 比如不祥与诡异 许多人猜测 这才是大雨极腐烂的根本原因 有部分这样的原因 但绝非全部 而对于我来说 当时为灰色纪元 诡异物质难伤我体 甚至是补物 楚风眸光灿灿很有信心 旁边子鸾震惊 很想叫出来 人贩子疯了 要吃诡异物质吗 君陀也震撼 改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个后背魔头能够远超越他 走到今天这一步 胆子太肥 这个魔头什么路都敢走 重要的是 似乎还真让他成功了大半路程 你要小心 我总觉得 你积淀于冷却的时间太短 进化太快 身上积累的问题极其严重 总有一天会全面大爆发 楚风双目中神光溢溢 按部就班 正常的路与我没有意义 时间不等人 况且我觉得 这种日积月累的恐怖 未尝不能为我所用 说不定可以在他如洪水决堤时 助我冲破大雨状态下体内的各种门 开启出全新的路 大雨级的状态无比可怕 腐烂 摔袖 而体内更是有成片的门 不见得是仙藏啊 在门的背后 传说连着各种恐怖源头 一般人都是疯毒 谁敢开启 是 很可怕 但我不得不开启 与其说是通向先帝之藏 不如说是仙藏 但也值得探索 研究 楚风重新定义 既然门的背后都是恐怖 无比危险 也许真的可以用仙藏来概括 前辈 我要走了 楚风告辞他要上路了 去进化 时间太匆匆根本不够用 他没有光阴可以挥霍了 雨上送别 看着他远去 子兰哭了 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自此一别 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相见 也许这就是今生最后一面 子兰哭泣着低语 说我要变强 握紧拳头 总觉得再也见不到那个魔头了 以后都没有机会了 往事 一幕幕的浮现在心头 从对立 到被抓住 到成为俘虏 胆怯而傲娇的他 不知不觉间 竟对这个曾经的讨厌 触摸头有些依恋了 子兰哭了 忍不住伤感 这时 一张慈祥的面孔出现 雨上递给一颗果实 盈盈灿灿灿 有特殊的道运 也约间仿佛有一只不死仙鸾 在清明 这是什么 子兰泪眼婆娑 不解地看向雨上 想变强 把这个吃掉 什么 子兰不解 蕴含着泪水的大眼中满是迷茫 血脉果 除风给你留下的 让你的血脉提升 达到最纯净最强的领域 我帮你护法 他 留给我的 在中长大的 变强 这是他的信念 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冲起 抬头仰望了一眼 天穷上的大窟窿 既地模糊还未消失呢 不知道哪一天过后 就没有了未来 时不待我 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不过没得选择 他只能沿着当下的路向前走 除风远行 有些族群注定要对一声 他研究猿族在外 开辟洞府强者的各种习性与实力 猿族 他不得不碰撞 不仅是为了余上 也是为了楚风他自己 因为 在三方战场时 还有在太上禁地时 他自身早与该族搏过命了 势不良力 还骂人家肾虚 说人家软 此时楚风听到这儿大叫 娶你大爷的头头冤 自己不认字 说人家软 啥是我说了 别以为你偷偷改过来 就让我给你来背锅 这从元族强者的道场中收集进化图 这是最快的捷径 他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此外呢 他还要为一人复仇 那就是石湖天尊 应该也与元族有关 石湖被骑尸放逐在异域 全身石化等死 在小阴间时 楚风曾与诸多天才与大梦净土 进入异域 在那里修行 也因此而沾染上了灰色物质 被诡异纠缠 他意识在那里认识石湖 老湖帮了他很多 甚至救过他 曾还赠他阳间宝藏图 只是他来到阳间后 一直都还未探索 因为之前用不到 他一直在走最强路压制修为 从高境界斩几身 最后魔力向下到金身 令肉身如同佛陀在世间行走 最近才完成这一过程 而后他开始动用花粉 一举突破到双横王领域 现在想来 他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找石湖留在阳间的宝藏了 但是他有心理预期 多半用处不大 他不缺少进化妙法 目前足够了 他最缺的 只是与进化有关的意图 不知道石湖在地球是否安好 而今是否全面石化 不能动他了 希望不要彻底死寂 有机会他要回去相救 石湖虽然没有明说 但楚风通过蛛丝马迹 已经意识到 其实多半出自元族 现在各种迹象越发明显 其实差不多就是元族中那位 在数百年前晋升大羽级的老怪物 昔日的大能 而今成为大羽级可怕强者了 通过语上讲述 元族有两个恐怖生灵 一个是大羽级生物 一个是究极怪物 楚风详细了解后 已经确认 大羽级的怪物就是石湖的师父 精通时间法则 且曾进入过异域 异域 时间流速很不对 太快了 石湖猜测过 其实要把异域炼化成时间至宝 在阳间出名的老怪物 掌握有时间规律的生物真的含有 五蜂子是明面上的 他的法是从一座名山中历经九死一生挖出来的 语上却对元族无比了解 知道该族已藏有时间法 只是这种无上秘法 只有元族及个别人被允许观约 想炼成很困难 石湖天尊的师父 曾经无比强大 同境界是一路横推过去的 在其时代是无敌的 绝对有资格去练 能够扫平一个时代 引领天下的怪物 绝对的恐怖无边 当然 他崛起时 没有与黎达同时 不曾与五蜂子同时代 不然的话 同层次数强数弱 那就要经受可怕考验了 不过这个人的确腰得离谱 进谷以来 还有人能晋升大羽级 他绝对是一个怪物 当年的大能第一人 力压数个时代 与杨坚来说算是一只脚 踏进准无敌的生灵 大羽不出 无人可制衡 现在他自己也是大羽级怪物 石湖的师尊 给处分很大的压力 如果石棺不自主复苏 楚风真的得有多远躲多远 他不缺自信与血用 但却也不能去当莽夫 现实充满了血与骨 冲动的话 没有好下场 最起码 他目前远不具备去挑战 大羽级怪物的实力 到了 楚风来到了岳州 相隔很远 眺望远方的一片秀丽山峰 那里银铺垂挂 薄烟蒸腾 在朝霞中五光十色 整片山林都一片神圣 有些出师 这里的道场 居住着园族的一位大能 没错 楚风盯上了大能的道场 想来这种地方 不缺少品质惊人的意图 对于天钻道场 他有些看不上 要做就来一次大手笔 反正是要洗劫 当然 真要对上大能 他没底 杀死大天尊 虽然检验了实力 但是大能 那个级数的圣灵 太强大了 他没有一点把握 能不死磕 自然要避开 最好趁大能 不再道场时光顾 楚风并不觉得丢脸 他才踏上进化路多久啊 而这些老敌手都是远古以前的怪物 活了漫长岁月 积淀太深了 他绕着走了一圈 将这个道场研究透彻了 然后就此离开 园族被他盯上 自然不止一个目标 而且他也不想洗劫一个道场 如果有可能 他不介意将在外开辟洞府的几位 强者的棺材板都给掏空 楚风去了桌州 背负双手 双目幽碎 在一座盆地外徘徊两久 仔细探查了地势 接着他又去了一趟惠州 他并未动手 而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他在等一个机会 总觉得会有惊变发生 与外 既地朦胧若隐若现 与三气对峙 这不会持续很久 终究会打破平衡 有个结果 楚风猜测 元族也在等待 或许现在就已经着手准备 在族内开大会了 闭门商谈 未来走向 毕竟变天了 就差最后一个结果了 元族投靠出去了 他们比别人更关注天穷上的结果 楚风在等 若是三位大能先后离开 回归元族 他的机会就到了 如果血拼大能 直接跨两个大境界对决 这很不明智 或许会将他自己搭进去 既然有机会 那等着就是了 诶 惠州 诗湖天尊的藏宝地 有一处就在这里 楚风心头一动 仔细研究 然后他动身了 沿着山脉朝着一方远去 一一找记下的宝图线索寻觅 对于一个专门研究场域的强转来说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这种事了 有清晰的藏宝地线索 这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一片沼泽地 看起来很寂静 雾碍弥漫 只有一些摩扼折服 但道横并不高深 稀稀疏疏疏的一些大树都很粗大 扎根沼泽中 遮住这片地带 显得阴暗而潮湿 常年不见阳光 楚风找到这里以后 一拳下去 轰开沼泽地 而后深入下去 很快他吃了一惊 有人截足仙灯 这地方被人开启过 地宫禁止破开了 有人反应比他还激烈 刹那间 石道白光积湿而出 洞窜虚空 不过 楚风抬手就轻易挡住了 毕竟 他现在的实力很强 阳间一般的人 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然后 他不禁一呆 见到了 熟人 群外 他肤若宁之 巴掌大的小脸 雪白晶莹 精致到没有一点瑕疵 美丽的过分 大眼水汪汪带着菱形 而最惹眼的 是他背后的十条 无瑕的白色狐尾 顿时让人猜到 他的种族 天狐 九尾天狐 就已经是狐族中的 天宗人物了 天赋罕见 古来少有 而这个女子 居然有十尾 他千娇百媚 有种颠倒众生的气质 这是种族 与生俱来的 奇异魅惑力 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 是你 楚风自然认出 这是石狐天尊的后人 曾在三方战场见到过 赫赫有名的 狐族奇才 石伟天狐 当初 他被黑狗发现 被其投影抓走 要夺其手中的 小黑木毛炼药 结果将其放回来时 直接传送失误 那个 不靠谱的狗 将他给送进 眼前这女子的 浴桶中 惊奇水花无数 眼前的女子 气质独特 这是真正的狐狸精 有颠倒众生之字 在那里 瞟动大眼看着他 上一次 在三方战场尴尬相对时 楚风解释过 认识石狐天尊 并说出老狐的名字 苏灿 是啊 不然我怎么找到这里 楚风点头 对这个女子并未小觑 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当初在三方战场时 他身为大圣 可是队上这个女子呢 都感觉到一定的压力 因为这个女子比他还先一步 从大圣展落到金身领域 道姬坚固的太惊人了 不过 现在石伟天狐 与他相比就差了一截 目前只是在神级领域中 当然 这也足以让外界震惊 道姬依旧无比坚实 是狐族注定要崛起的 一个厉害人物 事实上 石伟天狐 比楚风要震撼多了 才一段时间没见 当初的曹德 眼前的楚风居然是横亡了 两人相谈 楚风没隐瞒什么 告知了自己的境界 不然他是看不出的 所以这里如果有密葬 我不需要了 你继续在此修炼就是了 我现在只是想找一土 楚风并不抱什么希望 石虎给了几处仓宝地 这里一看 就不像有意图的样子 果然 石伟天狐摇头 接着他又奄然一笑 一时间整片地宫都明亮起来 太特别了 这是属于狐族的天然魅惑 楚风一本正经 别冲我笑 我孩子都有了 石伟天狐的脸色断食黑了 真想一尾巴将他扫出去 狐族天娇女 没好气地说道 楚风有些好奇 究竟是多么强大的精神修炼法门 他跟了进去 看到一篇关于魂光进化的法 的确无比奥妙 当场记了下来 不过 有倒影呼吸法 有石怪上的金色符纹 以及从五疯子那里搬走的五库 他早已不缺少功法 楚风不想在这里耽搁时间 怕错过超大能老窝的机会 准备立刻离开 不过 临离开前 他想了想 将石狐天尊告诉他的几个藏宝地 都讲了出来 告诉石伟天狐 他觉得 这本就该属于天狐族 石伟天狐动容 意识到 这个人很坦诚 对这些宝藏无心拥有 竟都直接给了他 他想询问 石狐天尊能否熬过来 可又怕得到噩耗 他 处境很难 但我觉得他命很硬 你努力进化吧 以后我带你去小阴间 一起解救他 随后 楚风就走了 要去取他预定下的 大能级土壤 有句话他没有说 变天了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前提是他能活下来 不然哪里还能谈什么以后呢 楚风皱眉 怎么还没回原祖 这一天间 他都在惠州 卓州 越州布置场域 往返多次 结果发现三个暮气沉沉 生机衰败的老家伙 始终在蛰伏 一直没动 都变天了 他们不会被召集回去 一同商谈大事吗 楚风沉住气决定再等 找老谷 看他能不能收集到 大量的天尊级土壤 以及大能级意图 楚风想到了老谷 毕竟 老谷哭得死去活来 最终发现他结拜大哥 黎达还活着 黎黑子多半要补偿下他 给他个交代 另外呢 老谷当年可是典型的 啃歌族啊 藏了很多好东西 都埋在各地大山中了 此外 老谷还开创了十几个组织 尽管漫长岁月过去了 大多都消亡了 但还留下一个 福帝组织 这么风骚与自恋的名字 也只有老谷能想得出 他想成先帝 还是怎么着啊 楚风与老谷 曾数次借用这个组织的事 让他们出过力 比如当初他们与人冲突 老谷用令牌直接暗中 调动了上百位神王 出场压阵 当初可是震动了一周 影响巨大 此外 楚风上次端掉黑都 灭了一窝杀手 也是在暗网发布消息 利用这个组织提前调查出黑都详细信息的 楚风找了个地方 来到属于科技文明的区域 联网登陆某一特殊的暗网 这是他与老谷单独的联系方式 留下密语 不曾想 还没有等他退出呢 就被秒恢复了 老谷显然也在科技文明区域 然后楚风果断与他用通讯器直接联系 直接投影 与他面对面的交谈 老谷真会享受 在一个金碧辉煌雕梁化洞的会所中正在饮酒 旁边似乎还有两位资荣出众的利人在帮他针灸 不过 那两位利人不全在屏幕中看不真切 老谷 见到你大哥离黑了吧 他有没有给你个交代 有没有给你留下一笔宝藏啊 有没有先进意图 滚你 老谷活大 酒都洒落到嘴外边了 他那不靠谱的大哥让他痛哭流体 那么悲伤 哭得死去活来 最后居然是个大骗子 而现在又跑路了都没来见他 不知道是有愧还是不好意思 最终只给他留下一张纸 写着一篇呼吸法与三种妙述 让他去好好练 人都没露面 老谷憋了一肚子火 还真想见到他大哥 当面问下 黎大黑你良心呢 不惭愧吗 连兄弟都要坑得愈生愈死 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啊 老谷 别喝了啊 给我准备点意图 我急需 楚风喊话 回头再说 我就想喝酒 快被气死了 我真想找人打我大哥一顿 奈何 没人能打得过他 找我呀 投资我 让我有足够的进化土壤 迅速崛起 回头帮你打你大哥去 楚风拍着胸脯 别吹了 你还打不过我呢 算了 不和你说话了 我要和我梦中情人 喝酒去了 显然老谷弹性不浓 还很失落与烦躁呢 楚风的脸顿时黑了 等会儿 你说跟谁喝酒 他可知道 老谷的梦中情人是谁 是秦洛音的前世身 史前第一利人 清音 当然是我的清音呢 我打不死你 那是我孩子他娘 虽然我跟他没关系了 但是老谷 你敢乱下手 别怪我降临过去 太可恶了 李大黑是混蛋 你也这么混账 真是岂有此理 都与我作对 尤其是你 为何亵渎清音 尽管我对他印象 都快模糊了 但毕竟是曾经的一个念想 你再胡说八道 我保证先降临过去 报答你 老谷 老谷愤愤不已 我保证先降临过去 我保证先降临过去 我保证先降临过来 我保证先降临过去 感谢观看